我们现在已经到达了喀布尔 这时候这边朋友委托的一个司机 到达第一时间呢先去山上 一年多没来去看看这边的 去年我们发放过开店饭的这些朋友 这里是阿富汗的首都喀布尔 一年未见街头干净了许多 阿富汗还是有好转 去年我们来这条路特别难走杀路 今年还算修上了 也在变化当中 远处新度库士山的雪很未融化 这是哈扎拉人的城镇 山上的雪还没有融化 但路比去年平坦了很多 知道我们到来的消息 山上的两位老人下来迎接我们 特别的热情 寒暄了许多 那里面是哪里面是的? 那里面是在伊朗 那里面是一个热情的 我有一家座的车里面是一个 你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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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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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到达的第一时间到山上看他们 还是去年的那些人 不过很有进步 背后呢 是他们修了一个小学校 我们进去看一下 那为期我们大概一周到十天 给他们准备这边的晚饭 我们去里面看一下他们的小学校 这是他们新修的 条件特别艰苦 这是个 算是个小白板 老师在这授课 空间就这么大 可以看到这个外面的这个山有多高 这边是喀布尔市区 然后这边就是雪山 就这样的环境 在这儿学习 了解了一些他们这个小学校的情况 这边是一个洗漱的地方 出了门就是喀布尔市区 然后再告诉他们我们要在这里做为期一周到十天的晚饭给他们 沟通了一些准备吃相的细节工作方面的事儿 在精神财富方面 这里的人比我们都富有 我们现在离开了山上回到市里找个地方住下 把钱换好 跟他们也商量了 说了 让他们准备柴火 准备锅 然后那些钱呢 我们这边付 就准备大概明后天就开始这边的晚饭 这边结束我们就下一站去约旦的巴勒斯坦的民营 我们的车就停在下方那个位置 在这样的大山里他们依然坚持办教育 重视他们的教育 这一点让我们很震撼 所以一直都是在有一个牵挂在这边 山头上又看到了孩子们放风筝的身影 我们已经初步的跟他们做了一个交流 然后呢让他们去准备锅 还有大米肉这些 我们换好钱以后给他们 让他们去喜欢什么 让他们去买 让他们去准备 我们上来就是 负责一个监督监工 拉出去 现在呢 跟他们的另外一个 算是个村长吧 去商店市场上看大米 远处的辛度库什山 阿富汗人民就跟这座山上的积雪一样 不去不脑 从19世纪抗击英国开始 依然到今天坚强的在生活 这是一个出租锅具的店铺 在看了几款大米和油 也希望这个国家能慢慢的好起来 人们能安聚乐业的富裕起来 阿富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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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汗